健康加财富 知足就是福 大家好 欢迎再度来到邱振宏谈健康 坐在我左边的这位呢 是我的好同学 拥有内科专科医师 跟新生医学专科医师 德国福莱保大学的 新生医学博士 好 我们再次欢迎陈医师 谢谢 谢谢 好 陈医师呢 前面两集跟我们谈到啊 失眠不是单单睡不着的问题 它同时也是跟你的情绪有关系 还有跟你的生理始终有关系 如果一个人情绪有问题 有障碍 或者是他的生理始终失调了 也会引起失眠 你千万不要以为 这样子吃安眠药 就可以解决情绪的问题 或者解决生理始终的问题 一定要从因来治疗 你的果才会得到相应的改善 那不止如此 今天啊 陈医师还要来跟我们谈谈啊 这个生活习惯 也跟这个失眠有很重要的关系 所以陈医师 今天是不是 给大家谈谈 这个除了刚刚讲的这些 情绪困扰啊 生理始终的问题啊 那这些失眠的人 还要注意哪些问题 生理始终当然是一个 很根本的问题 那下一个有一个 我们现在在专业界 有一个普遍的名词 叫做睡眠卫生 英文叫slip hygiene 就是一个习惯 就是一个生活上的习惯 那其中最简单的 我们就先从饮食开始谈起好了 之前有讲到 酒精是一个 很好的助眠的物质 它的效果有时候跟真经肌跟注眠药是差不多 甚至你的量越多 效果越好 可是它就是会破坏我们的所谓的 动眼睡眠 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会有一段时间 眼睛会动 全身是不动的 那眼睛动 那个时候就在琢磨 但是喝酒的话 这个会被压抑 那这个被压抑之后 整个睡眠的品质会下降 然后半夜醒来的几率也会增加 所以第一个要注意 你是不是有酒精的问题 我们其实有见过蛮多失眠的病人 来的时候 我们一问才发现 原来它有酒饮的问题 那当然另外还有一些饮食的状况 就是说兴奋剂 兴奋剂其实最常见就是咖啡 就是茶 就是可乐 这三样饮料 就是会造成我们的脑部比较刺激 那我的经验 我其实从大概跟你大学的时候 就发现了 晚上六点钟喝了一杯咖啡 完蛋了 我那个晚上整个睡不着 后来我就明白一件事情 咖啡这么强烈的新闷机 对我来讲 绝对不可以在中午以后喝 如果中午以后喝 我晚上就要准备 接受失眠的煎熬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 对于不好睡的人 有些人说我喝了咖啡 就像我之前上一节有讲到 这个别差异很大 所以你不要说别人可以 你如果不行 就是不要去做这个尝试 对 这谈到这个酒精的问题 我在我诊所是有减肥门诊的 那我的减肥门诊当中 曾经遇到很多案例 他们的三餐饮食没有很多 餐外也不会吃一些饮食水果 但是你知道问到后来说 睡前喝酒 那他为什么要睡前喝酒 他说因为他睡不好 他是为了他一定要像这种红酒要两杯 哇那太多了 那你看他每天这样两杯怎么能不胖 这是一个问题 那另外一个你提到说茶这个或者咖啡的问题 我印象很深刻 我们的大学同学有一位同学 我不要讲谁 他有一次他跟我说 他说呢 他的宿舍里面不能有那个什么红茶 或者是什么什么类似绿茶这种包装 为什么不能有这个包装 因为他只要看到这个字还会睡不着 这个可能是心理的问题 那所以除了茶跟酒精以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生活习惯呢 也会跟睡眠有相关 另外一个影响很大的就是运动 其实我见过很多睡不好的人 就是运动量很低很低 所以身体有点动 其实身体动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 除此以外 他激烈的运动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脑内飞 脑部里面自己会产生一个比马飞还要强的那种 让我们身体觉得愉悦或舒适的一些物质 所以有运动 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身体有一种比较平顺的感觉 那对睡眠是有帮助 当然睡眠那个运动的时间也很重要 有的时候你晚上要睡觉 才去做剧烈的运动 有的时候反而会提神 所以运动的时间很重要 你如果要做剧烈运动 就可能要在八晚上就做 那要睡前想要做一些运动 就要以柔软的运动为主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对其实这个我也感同身受 像我们的工作同仁当中 我们又组了一个铁马队 就是专门骑单车的铁马队 那我不知道他们的感觉怎么样 我只要当天有跟他们出去骑铁马 比如说从公馆骑到三峡 来回这样骑那个河滨 对这个是我非常推荐的 单车的河滨之旅 大概来回47公里左右 不短也不长 但是我会感觉到 当天如果有骑过单车以后 晚上睡得特别好 没错 就是感觉因为你累 对 你就需要休息 累本来就需要休息 如果把那个休息 放到睡眠当中 你会睡得特别好 但是我现在这边 帮大家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刚才提到骑单车 但是你知道上班族 假日或许可以骑单车 平常时大概很难 没错 那对于这种上班族 他又希望能够靠着运动 来帮助他的睡眠 他们应该怎么做 我常常在讲 其实现代人也许说到过去 十多年前有一个说 三三三运动法 每天要运动 多久时间 然后心跳要多少 常常会让我们就果足不前 因为你就发现 我就拨不出这么多的时间 来做这些运动 我希望大家建立一个 我把运动融到生活里 比如说我每天要上下班 那我每天搭公车或搭捷运 你可以提早两班 然后走路 比如说经过一个地方 刚好有公园 我就沿着公园走一小段路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然后走路的时候 其实身体有运动 像我每天 只要天气许可 我夜诊看完之后 我都会骑一五百个回家 大概二十多分钟的时间 那骑回去之后 脚有点酸酸的 有点疲累的感觉 那那种感觉去睡觉 你会觉得有帮助 所以我会提醒 所有的有时间困难 但是又没有时间运动的人 其实可以考虑 甚至有时候逛街就好 你经过市区 经过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 一个商业区 我不用买东西 我就逛过去 那光是走路 现在手机都可以帮你寄 部署 每天如果有七八千步 其实已经蛮有效 每天每天都这样做 其实效果也不能够小看 大概是这个样子 其实运动 这个美国FDA 跟世界卫生组织 其实都推荐大家要运动 这个运动不但是 像刚刚陈医师讲的 可以改善睡眠 其实对于人 健康的促进 还有寿命的延长 也有很关键的影响 那一般来讲 推荐的运动就是有两种 一种叫耐力运动 一个叫阻力运动 耐力运动就是你做30分钟左右 你才会有点点感觉 那你不会很用力的那种运动 那像刚刚陈医师说 他骑单车回去 这个就是耐力运动 那耐力运动一般建议就是531原则 就是一个礼拜 三次以上最好 如果能5次那更棒 然后大概每次30分钟 然后心跳可以让他达到110下左右 这叫531原则 我顺便给大家补充一下 专家在这里 对对对对 那这里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生活习惯会影响睡眠 还想跟大家谈一谈 另外有一些人睡不着 硬睡 我们叫硬睡 硬躺在那边 我们就是在床 有的时候有人会开玩笑说好像在监狱 然后左躺右躺 都是睡不着 其实那样就干脆不要在床上 没错 有的时候对于睡不好的人 可是我老婆都叫我不准离开 要继续窝在床上 有那么严格吗 要在他室下逛的内 那原则上是这样 就是说睡不早你就起来稍微休息一下 休息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看看报纸 尽量不要去看电视 不要去看手机电脑 看看报纸 看看刊物看看书籍 然后让自己 或是听听音乐 觉得有一点点睡意 再去试着睡睡看 再去试着睡睡看 那如果一整晚还是都没睡以来 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偶而一两天的失眠就接受它 对不好睡 我特别讲对不好睡的人 你就这样做吧 意思就是说 我自己的经验是 如果你有一两天不好睡 通常第三天第四天 那个睡眠在的概念 就因为你已经太多天不好睡了 当然如果你是情绪有状况 那当然记得 要去治疗你的情绪问题 焦虑忧郁要治疗 那像我有一个做法 有的时候连续好几天不好睡 我就吃一点点助眠的药物 reset 让我们的脑部reset 对对对对 所以睡得觉 关机重开的感觉 对对对对 这天睡得好 第二天又就慢慢觉得 那个睡眠的那个睡衣 晚上的睡衣就慢慢回来 大概是这样 对非常感谢陈医师今天给我们提供很多重要的观念 刚刚我也问到说 如果你短时间内的确是睡眠一下子调不过来 就是明明躺在床上还是睡不着 可是像一般人就说 那如果这样子睡不着起来 然后呢做别的事 到半夜的还是睡不着 他会觉得很自责 然后就是说 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不行我已经睡 我就记得很清楚 我大学年考前一天就是这样 跟我一样 对我大学年考前一天就是 很紧张嘛对不对 然后平常都念到很晚 人家都说睡前一天不要读太晚 早点睡 所以那天就强迫自己早点睡 结果完了 躺在床上一个小时还睡不着 那你会想说完了一个小时过去 你又没有念书 怎么办对不对 一直起来一直睡一直起来 哇结果当天晚上整个没睡觉 就这样就一个好事 是 要跟我一样 所以我们两个的重考就是这个原因 对对对对 所以希望今天啊 你看到这一集 你呢不会再像我们两个这样睡前 这个压力强迫自己去睡觉 搞到自己都睡不着 所以这个今天非常谢谢陈医师提供给各位 有关这个生活习惯 包括你喝的饮料 包括你的运动 包括你的睡眠的方式 他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的失眠的问题 如果你按照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去做 我相信啊 你的失眠问题 不要而已 即便不吃药你也会改善 好 我们非常感谢陈医师 希望陈医师还是够再来光明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 获取最新的讯息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各位朋友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 请在下面按个赞 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 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 请按订阅 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